原标题 5名美军士兵在袭击中丧生 在爆炸发生后 各国媒体都没有报道阵亡士兵的具体身份 不过 在五角大楼 对这次爆炸袭击事件调查后 对外公开了3名阵亡士兵的具体身份 看到阵亡士兵的名单号才发现 美军这一次还真是遭受了重大损失 三位阵亡人员的身份 分别是海军首席密码专家祥总肯特 陆军一级准备乔纳森法木 还有一位海报突击队成员斯科特维尔茨 海军密码专家祥龙肯特 是美军阵亡名单中唯一的女性人员 对军事方面比较了解的人 对其余二人的职位和军舰 都有一个很好的认识 陆军一级准备的军衔 就有点不好理解了 通常被授予这个军衔的美军士兵 在美军上通常都是在复杂的专业技术崗位上 虽然陆军一级准备的尖章 基本上都是市冠军先 应考自己高超的专业技术 也是能够获得中校这个级别的最高待遇的 说的通俗一点 在武装分子制造的这一次爆炸袭击中 美军一瞬间就失去了三名身怀专业技能的优秀人才 美军一直以来都十分重视培养技术人才 这次的损失实在是无法接受 特别是阵亡的那位海豹突击队员斯科特维尔茨 要培养出一名优秀的海豹突击队员 付出的精力不比培养一名战斗机飞行员少 海豹突击队员不但要拥有百步穿扬的枪法 还要掌握所有交通工具的驾驶技术 还要具备各种专业的格斗技能 同时还要精通高深的心理学 神讯被俘虏的敌人时可派上大用场 从这些方面来看 海豹突击队员都是优秀的战斗精英 更是一个个全能型战斗专家 不过 可惜美国并没有让这些人用在正确的地方 要不是美军之一介入雪莉亚内战 可能这三名专业人才还在本土为美军尽职尽中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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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看 感谢观看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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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